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 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市 你恐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芒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说一说这个真是害人又害己 我们知道对于中国电动车的打压 西方已经磨刀霍霍 准备动手 其中欧盟在去年已经启动了所谓的反补贴调查 日前英国政府也说 我们在考虑要用贸易的政策 其实就是加税 打算是压制中国电动车 但其实英国电动车很差 电动车的产能各方面 跟欧盟比较很远 欧盟跟中国比较有 如果说燃油汽车跟着欧盟 其实是很不错的 但他说要拔走它 2030年 他又有个大数据 要有一些突破 对于气候变化 他们只可以这样做 慢慢地拔走燃油汽车 原来泰晤士报的一位专栏作家 叫做Dominic Lawson 不是那个Dominic 罗森先生 他是署名投稿 原来他直指 欧美国家对于中国电动车的行为 智商矛盾 荒谬可笑 一方面 积极说要推动 清洁能源 说得很大 我们要做最劲的最快的 是太宁排放 但是另外一方面 其实他们没错 有红心壮志是对的 这件事我们不会说 但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想尽办法 阻止民众 可以买一些 选择的电动车 你也挺矛盾的 如果不选择 你逼别人买 小人买 没有incentive 你觉得那些人会 因为你欧盟 为了对抗中国 我们普世价值 有人是这样 但是我相信普罗大众的想法就是 那些性价比高 那你又说 是可以环保 何乐而不为 而且 现在欧洲普遍地 经济条件又不是很好 那么多余的钱 有便宜的东西不选择 卖贵的吗 除非你的牌子很厉害 如果你的名牌 车的牌子出了电脑 可能也有些市场 但是如果你和 便宜的牌子比的话 相当大竞争 应该说差太远了 原来 这篇文章 说西方领导人 现在感到是惊慌失措 是的 西方失去了以前那种光彩 很瀟灑 现在就不是了 因为他们意识到 北京现在将成为 所谓的绿色工业革命的赢家 Lawson也说 欧盟和英国 还有美国 他们也说大量推动 新能源汽车 除了增大太阳能 除了新能源汽车还有其他的绿色措施 除了加大太阳能发电的比例之外 还推动逐步 是淘汰混合 动力汽车 这是英国和银宏做 原来英国就说2035年市场上销售的 新车只能够是电动车 很快 十多年之后 但现实是什么 就是电动车价格 远远高于燃油车的价格 亦都导致消费者 觉得你是道德绑架 你一定要这样 但是我们口袋没有钱 你又不愿意补贴 你叫人们怎么办 真的不计成本 我就觉得 不计成本是好像冯德威这些贵族出身的人 才会这么说 普罗大众 他日日都计成本 尤其是我战争之下 大家生活过得这么惨 你跟我说不计成本 其实最按摩就是你 消费者就觉得 这个叫道德高尚的道路 你们的领导人当然这么说 但是我们很抵触 他们欧洲人其实也挺抵触 因为 你口袋满满的钱 我们 有些人 尤其是英国记得 之前 交能源费用 有些人都是 在吃饭和交能源费用之间 选择了 其中一个 当然现实和理想 差很远 他们就说 居弄 你知道了 早一段时间说这个 叫lun 这个英文资争我就不说了 反正 有些人喜欢敢用 有些人喜欢敢用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当然 如果大陆是觉得lun 才更加合适 就由得别人 我觉得 没所谓 没所谓 因为他们想去改改 也没有必要 你批评人 人家用了这么久 其实 每个人都有 你又 你又说 不认为中国人 那关你差事吗 对呀 你真是突破漫长 人家过去关你差事吗 对呀 对呀 那些什么属弄 那些关你什么事 你就学西洋 我不说这些 不说这个生肖 只是说星座 那也行 现在没有改星 星座 现在改龙的一个称号 不过你可以严禁的 但你不要口口声声 之前说自己不是中国人 什么东西 到这些东西都在出声 说人 不可以被大陆 骑劫 不过我这么说 之前Lunar New Year 和Chain New Year 在这里存 对呀 可以差事吗 对呀 原来 理想和现实差很远 由于 工业用电柜 人工成本差异 中国最便宜的电动车价格 是11000元 我都说过了 我的亲友现在在大陆 现在在大陆 他有个亲戚接他 他那一部很便宜的 几万元 不过是女生坐的车 很小的 但是真的便宜 好像 五万多六万元 而特斯在美国 基本车款的价格 就是4万元 现在 当然 满载着低成本 和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动车 这些巨型专用船 就是华为上次 那一部船 我们介绍过 它是专用的 你选不了它 你什么海运 他自己的船有多厉害 他自己的船 特意运车 就开始从中国 把车送到欧洲 当然 现在其实中国电动车份额 也不是很大 他们就很害怕 其实我觉得有些是假惹的 也是为了政治炒作 但是 现在中国 是 相对廉价的电动车 也填补了欧洲市场的空把 西方 记住 我们说过其实欧盟的产能是不够的 做不到这么多的 但是你觉得不行 总之你这样搞乱的市场 说真的他可以填白 他说的是填补你的空白 他填补你不够的产能 也不行 原来这位罗神先生说 西方想着挥起 关税的大盘 去年10月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来恩 亦对中国电动车发起了反补贴调查 今年1月 美国商务部 这个更好笑 美国商务部长雷牧多 也经常说这是国家安全问题 当然 连起重机都说是国家安全问题 我真是想不到 这个真是好笑 你犯法到这样 怎么办 真是没办法 英国政府现在也考虑对中国电动车 发起反补贴的调查 但是 他们原来就担心中国 光伏产品在欧洲 巨大优势可能变成电动车 一样巨大优势 应该电动车变成光伏产品 我觉得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走 但是 你知道始终中国价格就是优势 直到2022年 欧洲安装90%以上的太阳能电磁板来自中国 这个现状 亦令欧洲企业不缓 之前 有些时候说欧盟委员会 是想着对中国的太阳能电磁板 亦发起 关税的 这个 开始用惩罚性关税 但是还没有 亦可能是反傾销 的调查 但是如果你 禁止了 如果真的立即收重税 那你所说的气候目标又是远了一步 那你 不可以两边都做了 要么你不用中国的东西 你的 限排放量 限零排放就没有那么快可以实现 你又担心 中国 太阳能板都觉得有国家安全问题 那你不用的话 那你就很贵 那你 亦没有那么多绿能用 而且你知道他们以前是以大俄能 那俄能你怎么用 其实还会失据 你只是两个选择过 我相信最后他会选择政治 是会对中国动手的 对中国的产品动手 原来这位 专家Lawson 亦都说西方政府的举动 其实他就是不同意的 首先 在西方领导人对中国电动车 市场 占有率增加感到不安的同时 你们又不计算一下 其实大概每一秒钟 就有一部来自福士的汽车在中国出售 他这些也不计算 他在中国但赚到钱 你们为什么赚到钱 难道福士 没赚到钱吗 所以福士为何暂时还没退出新疆 但我觉得他可能是顶不住压力的 你每一秒钟卖到一部大众或者福士汽车 在中国出售 难道这些不是钱吗 而且 这样说 他卖的车 其实有很多是燃油车 其实都是污染了中国的 如果你喜欢 像你这样推下去的话 就很严重的 其次是什么 就是决定淘汰 混合 动力汽车的人 是你释放自己的 那些规例是你自己 设计得太高 当然他设计得太高 他们一直是这样的 是没错 欧宏一直高一高 那些标准很厉害 也很难符合你这么高的要求 设计得高之后就开始退 跟德国 六党一样设计得很高 全部都换了 你当时说一日都可以换 现在都没换了 因为你做不到 民众反弹很大 第三 他说的跟我们一样 中国企业 向西方的 根本就不是傾销 因为我们说傾销是不计成本的 以本商人 不是 他就说 其实 跟我们说完全一模一样 他所说的傾销 是规本出口到 别人的国家 但是 现在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它低价格 低价格就是低成本 为什么低成本的人工平 整条产业面很全 而且大家竞争大 所以低成本 根本都不关傾销事 跟我们说一模一弱 你说什么傾销 他的价格是这么低的 因为他的价格很大 他价格很大 大家都知道常识告诉我们 量大那些价格自然便宜 人工肯定便宜过欧美 不用说 而且便宜是一个小数 另外 即使征收是巨额关税 对于西方民众来说 中国电动车仍然比西方便宜 要是你 征收到一个很夸张的税额 那就可能 玩到这么大 玩到这么大 其实你在自选自己 对吗 因为你玩到大 你可以选择的车型就少了很多 原来 Lawson也反驳了 欧盟之前针对中国政府向电动车提供补贴的指控 他就说 在发展电动车 多年里面 中国 其实的确是向他们制造商提供的支持 或者是补贴 跟我们说的一样 但是现在已经取消了 你想想 现在很多牌子 他不能补贴的 他的出口量这么大 他补贴的话 他自己补贴也很糟糕 你经常说大陆不够钱 为什么你还说 如果按照他现在的产量 其实大陆是很糟糕的 那么补贴这么多钱 其实这位专家就说 这个是说谎的 你跟我们说一样 他真的没有补贴的 你看看那堂 运送的电动车 去欧盟的货船 你看看那堂的数字 只是补贴的数字 不止一堂 不止一班 不止比亚迪 他还有很小牌子 还有很多牌子 每天生产的 比利班人生产的 怎么补贴 你们也说过量这么大 怎么补贴 你们又说他经济差 怎么补贴 其实他是智商矛盾 想想他说 你经济这么差 现在没有钱 他敢补贴的电动车 这么大的量 他就还没有钱 是吗 对的 最搞笑的是他用自己的想法 不计成本 怎么会 你自己的车企也不会不计成本 是吗 你说什么 如果不计成本 洗Q大陆那么多厂 收拾了吗 洗Q之前 在清零政策期间 那么多企业 收拾了吗 他应该 继续撑下去 顶住他 是吗 如果他什么都不计成本 恒大应该不让他执 碧桂元应该不让他出事 对吗 这是两个行业 弄来说也不是很适合 但是你说到什么都肯定 你说到 总之什么都不理 就是推倒你 其实不关事 这位专家说的 同时西方政府 其实好像美国那样 一样有补贴制度 削減通胀法案 你不用说了 过千亿美金 三千多四千亿美金 是你欧盟孤狗寒 说句老实话 就是这么简单 独孤狗寒 独孤狗寒 所以 美国你都说 如果压制中国电脑车 什么补贴制度 你就不用说 削減通胀法案 就是一样的 当然很明显 通过这些 反傾施的这些东西 来搞搞阵 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东西是便宜的 我亲友去了中国 他的东西真的很便宜 没办法 因为他人又多 当然 人口出生率也有下降趋势 但他始终基数大 顶你 他的电鸡 就是电动摩托车 其实都经常出事 但他真的很便宜 我们有节目也说过 他的电鸡 在西方 有人就买了 原来是这样的 这么便宜 是的 因为他的量大 因为他的量大 我们说过 台媒说印度很厉害 他们也有很多人 想着买电鸡 原来和中国的数量差了几十倍 差了几十倍 而且印度的电动车市场 你可以说潜力很大 但实际上他买的很少 数号 和他14亿人口世界第一 人口带来比是很少的 最近拜登政府 亦为中国电动车 安上了新的罪名 很危险 他说电动车有监控 美国车主的技术 说来说 什么后门那些 就像TikTok那样 你没有看那么多Fast and Furious 按下按钮的车 喝你没有 明明我正在操控 忽然那辆车不失控 不知受到什么影响 自己没来没去 不是这样的 你看到的话 其实也得到不少 如果他弄成这样 他的成本很高 当然你也说 为了搞定美国 不计成本 其实本来这个世界 我觉得 他们是失去了自信 你说美国佬是不是 有时候特意去搞中国 我觉得 又不是的 其实他是失去了自信 他担心 是自己市场 是被人家占了 应该有很多事情 是过度担心 所以令世界搞得坏了 搞得亂了 你想想 本来 是晶片 其实跟他差很远 你又要压制他 又怕这些人 他们雷蒙多 又很小气 我和大家常常说 你是 超级大国的一个部长 我不开心 看到有这部手机 很少家 你 你应该 他又不会学台湾 台湾是泰国牙斩斩 那些人说 我们真是厉害 事实上台积电是世界最厉害 但是 其他东西是否真的那么厉害 他就靠一个台积电 差不多养起整个台湾 其实这样也是危险的 因为 泰国是 单日 依赖 是的 你不要跟我说 拿一些 鳳梨 把鱼那些 真的可以养起整个台湾 应该就有些困难了 原来 这个阿哥 他也说 整个监控技术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 哪怕一个司机身上并且被发现 那他们整个产业就被摧毁了 你觉得中国有这么笨吗 没错 真的 而且 他也问了 请问证据才那里 没有 担心 潜在风险 害怕 习近平想过 之后是 隐性补贴 灰色地带 非正常补贴 其实这些词 真的欲加之罪 何患无耻 其实我明白的 事实上 中国这一两年 都是差了一点的经济 但是 因为过去几十年 事实上他真的起得快 有些人也担心后面的人 是追上来的 这个就是他们失去了江彩 我觉得西方失去了他们原有的江彩 这种江彩 也是因为 有些制度 就令到他需要这样做 他什么都很硬 什么都要点 但是 我亲友在大陆 其实有件事 大陆 很多时候是钻研一些东西 就是 那个确 可能是西方出来的 好像 这个WiFi 不是大陆发明 是澳洲人发明 但是他可以整得很精致 当然 这也是在 那些东西上改进 但是一改进少少就可以跨 跨一小步就可能很大步 也令到大家有辩民的 一个感觉 也是叫做引面有减 习主席常说人民有感 这些东西 其实是要多动脑筋 有时候 你看回他们就很想再 他们说到出口 就是基于他们秩序的规则 但是这件事 对于南方国家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基于秩序规则 你没忘记是你们创立的秩序 你不要跟我说秩序对你无理 当然不会 如果大家真是 公平竞争的话 其实说真的 根本就不公平 你想想 殖民掠夺他拿了多少东西 大英博物馆拿了多少东西 这些东西只是看到那一块 是看到那一块 所以之前人家说泰国王室最有钱 我不相信 我觉得英国王室最有钱 你想想 他有特定的法律 保护他们 你不可以开他有多少资产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是吗 当然说回这位专家 一边就要求消费者 转向用电动车 一边就不让消费者买最性价比高的电动车 请问这个是什么 没有什么逻辑 也没有什么奖励 没有incentive 很难做的 很难推 是的 其实有时候 明明有便宜的东西 我不买 特意 选我去买这么贵的东西 也有少少人会这样做的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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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sen也说 中国电动车的出现 会促进整个电动车行业 价格良性 的下降 其实是对的 如果 什么 我们在西方就知道 有些东西 根本就是不需要那么贵 当然过去几十年有中国产品 产品 是的 经常捱贵货 经常捱贵货 这是我用的 是我的MAT机的风扇 我都说了用了两百多元 欧罗 不好意思 欧罗 运货一百六十几元 那部机就是几十元 后来 深圳市南山区 总之叫我表弟买十个回来 说句老实 是吗 总之叫他买十个回来 我不知道 因为他很迂回 因为他写到 我在比利时买的 我打算比利时买的 因为我打算 布鲁塞尔 冯德内因 长住比利时 应该 很喜欢 他们的各货 欧洲货 结果也不是 之后他很迂回 他首先是比利时买了 之后 运到德国 德国有一个大的 转运站 就来到澳洲 而且我们的机会很快 快就很贵 因为他赶着用 结果也不是 结果也不是 有一天真的没了中国产品 我跟你说 我买了一部新的产草机 我最初以为是鬼脑牌子 其实全都一设 现在不是写Made in China 澳洲现在写Made in PRC Made in PRC 台湾吵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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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台湾 他就用ROC 这样 台湾吵过 据我所知就是这样 他要区别 台湾 你知道台湾的 中华民国 引号 其实他也有China 两个字 他可能 有人用玻璃心 那就 改一改 但是PRC 大家都知道 哪里了 其实 看上去 不是直接写China 但是那个东西不是一样 还写少几个字 还写少两个字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